有一个离癌的母亲 她现在可能长年都去家不顾就都离家 所以她就很韩兴如古堡小孩养大 因为她自己离癌嘛 所以她就可能把一些财产规划通常放在儿子身上 结果殊不知她儿子车祸或死 然后她就打电话来问说 那她之后她遗产的部分 她要怎么去处理 妇女心智基金会在1994年成立婚姻家庭法律咨询专线 提供民众免费的咨询管道 如今咨询专线迈入了第30个年头 开通至今已达8万多通来电 在这8万多通来电当中 案件分为七大类 分别有婚姻、离婚、夫妻财产、子女、家属、遗产赠予及其他 志工向我们分享 曾有一位长期喜慎的妇人 丈夫每日用面包打发她的三餐 虽然曾想过要离婚 却因为身体虚弱无法执行 因此特别打电话来咨询 依据新智基金会近10年来的资料统计 民众最常咨询的三大问题 分别为离婚、子女及夫妻财产分配 第一年的那个时间那每个月有两次的上课 三个小时的时间 一个月他有两次 那经过一年的培训之后 有三个月的时间就是会有实习接线 那再来就是经过志工督导或者是主任他们的筛选 那我们就正式接线这样子 妇女新智基金会提供咨询专线 帮助在婚姻家庭问题中卡关者 也保障家庭关系平等 新智希望他们所提供的服务 能让来电者有能力去解决问题改变现状 你的遭遇是因为你对这些事情是无知的 你不知道可以透过哪些方式或是哪些资源 可以改变你现在的处境 如果大家有够多的资讯来去支撑他 要去改变自己的生命的话 我觉得机会都是有的